學生透過設計 打造夢想中的哈馬興 對哈馬興土地的感情依戀 讓高院科大學生許元翰 想為所生長的土地盡一份心力 為哈馬興地區設計出活用的建築方式 希望未來的人口能回流到哈馬興工作 從現往日風采 這次主要設計就是基地在哈馬興 那因為我自己就是本地人 所以對這個地方的歷史 還有這個地方的人很吸引 那主要就是我想要想像 像這個老舊的社區 它在過往的15到30年之後 它會是怎麼樣的發展 那可能隨著時間的不同 它的人會隨根的交替 那不同的觀念 帶入到這樣子的社區之後 它會是什麼樣的改變 所以我將社區發展的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現況 第二個是15年後 下一批的子孫回流到這個社區之後 他就是會有一些 想要對社區公益性表現的退縮 離讓的那種概念 開始出現 那到30年後的第三個世代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有共享 或是一些 串連整個社區 讓到的設施出來 為聯繫居民之間的感情 更精心設計共享樓層 讓社區居民 能與文史工作者 有進一步的交流 同時將閒置的老屋 改建成共享住宅 期望吸引外來的 藝文工作者及學生 一起合作激盪出 改變老族社區的想法 打造出夢想的哈馬心 十方新聞 楊玉带郭一文 高雄採訪報導